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科技春晚 苹果发布会 说一说科技春晚 其实我觉得苹果的发布会也和春晚一样 慢慢没有以往那么好看 但不管怎么说 苹果的新品或多或少 还是会预设整个行业接下来的走向 毕竟它也算是行业的领导者了 所以我们这里就总结一下 这一次苹果又发布了些什么东西吧 我们按照重要性的顺序来讲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iPhone 这一次三款iPhone都得到了更新 之前的廉价版iPhone XR现在改名了 直接就叫做iPhone 11 而高配版则被命名为了iPhone 11 Pro和iPhone 11 Pro Max 苹果终于也用上了星巴克策略 有点中杯大杯和超大杯的意思 今年的iPhone 11 正面和去年的XR是完全一样的 但背面增加了一颗超广角摄像头 并且左上角这一块整个凸起了一截 配色方面 时已砍掉了XR的蓝色和橙色款 换成了紫色和绿色 说实话蓝色被砍了我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从我个人的审美来看 明显蓝色的XR要比今年这两个新的配色好看一些 至于Pro和Pro Max 这两台高配的机器延续了去年XS和XS Max的尺寸 并且把摄像头增加到了三摄 只是这个设计实在是有点一眼难尽 你说这个X11好歹它白色款我还觉得尚可接受 可是这个Pro的大欲霸一出来 哎呀这就实在有点为难我胖腐了 配色方面两款Pro也增加了一个墨绿色可选 我个人还是更喜欢白色多一点 这个就见仁见智吧 今年这三款新iPhone的外观 之所以有这么恐龙的变化 主要就得感谢摄像头的提升 无论是中杯大杯还是超大杯 这次都引入了一颗超广角摄像头 并且苹果有在这三颗截然不同的摄像头之间 进行色彩调频 来确保三颗摄像头拍出来的影像颜色是一致的 得益于这一点 新的超广角和另外两颗摄像头之间 就可以实现无缝的变焦切换了 包括拍视频的时候也支持这一项特性 通过Filmic Pro这样的专业工具 你甚至可以同时启用四组摄像头拍摄视频 后期再来选择镜头进行切换 这对于一些专业用途来说还是有点意义的 说到视频 现在的iPhone可以快速拍摄视频了 在相机界面按住快门就可以直接开拍 然后向右一滑动就可以保持拍摄视频的状态了 除此之外 三款新iPhone也终于支持了夜拍模式 在你按下快门之前 iPhone就已经提前拍下了几张短抱的照片 按下快门的时候再来拍摄一张长抱 几张照片叠在一起做对战 再通过A13芯片的机器学习来调色增强细节 还有去除噪点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的iPhone也学会拍更清晰的假照片 另外三台新iPhone的前置镜头均支持了120帧拍摄 所以自拍的时候也可以进行慢动作升格了 看来今年iPhone在相机上还是下了不少功夫了 但很多同学可能不关心拍照 你可能关心的是性能 今年iPhone用上了最新的A13芯片 相比A12的话 它的GPU提升了一点点 CPU提升了一点点 AI性能根据苹果的说法是最高提升了好几倍 但这个东西我们消费者又没办法衡量 只能说总体来看的话 A13的性能还是有点挤牙膏的意思 但A13好就好在功耗非常好看 苹果在A13里引入了一个全新的电源管理单元PMU 它可以精准地控制A13芯片各个部分的耗电量 只给手机正在用的模块供电 苹果官方是把PMU比作了一个交响乐的指挥 指哪儿亮哪儿的意思吧 再加上这次的工艺升级到了7nm加 结果就是A13的两个大核 最高甚至可以降低40%能耗 再加上今年两款新iPhone的电池也得到了加大 屏幕也更加省电了 最终的结果就是11Pro相比XS 可以多出高达4个小时的续航 11Pro Max相比XS Max可以多出5个小时的续航 如果只是拿来听音乐 11Pro Max甚至可以坚持80个小时 考虑到XS Max本来续航也不弱了 如果苹果给的数据无误的话 新iPhone应该可以在手机续航榜上名列前茅了 除了续航之外 两台iPhone 11 Pro的屏幕也得到了一些增强 苹果取的新名字叫做超市网膜XDR显示屏 这一块新屏幕在阳光下的亮度最高可以达到800尼特 HDR亮度最高可达1200尼特 光看参数有点恐怖 但具体的表现就要等到我们拿到机器之后才知道 不过发布会上 苹果有一个缩水的地方没有提到 我们对比了官网信息之后发现 新的三台iPhone居然都砍掉了3D touch功能 取而代之的是XR上的触感触控 看来苹果以后真的是打算放弃3D touch了 至于最重要的售价呢 iPhone 11国行起价 5499元提供了64G 128G和256G可选 这个价格比去年XR的首发价便宜了1000块钱 论性价比倒好像还不错嘛 11 Pro的起价8699元 11 Pro Max的起价9599元 两款Pro都是只能选64G 256G和512G 这两个还是和去年一样贵 但换个角度想想 现在人民币的汇率已经破7了 这个时候国行能做到不涨价 可能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最后大家都很关心的一点 这次两款Pro的iPhone终于用上了18W的PD快充 iPad Pro同款充电头 配备了Type-C转Lightning的数据线 高端货终于摆脱了5V一安 但是低端的11 依然是5V一安的方块头 你要说这个祖传的慢充头有什么好处吗 可能这个体积比较小吧 那么问题来了 有没有一款充电头同时具备超小体积和PD快充呢 隆重介绍Anker全新推出的Nano快充头 Anker Nano身形小巧 体积和5V一安的原充别无二致 却能支持大耗充电机才有的18W PD快充 前30分钟充电50% 在超小的体积内提供了出色的快充性能 目前Anker Nano这款快充头已经在京东开卖了 首发价69元 听说很快就要恢复原价了 如果你嫌弃iPhone充电太慢的话 不妨考虑一下吧 iPhone 8以上的机型均支持PD快充哦 除了iPhone之外 苹果还更新了iPad和Apple Watch的产品线 新增了一款10.2英寸的入门iPad 用的居然还是A10处理器 我的妈呀 A10到底有多少库存啊 价格卖的也不便宜 2699元起 有这个钱我还不如买iPad mini 5呢 Apple Watch则升级到了第五代 新的Apple Watch最大的改进就是用上了LTPO的OLED屏幕 这是一项新的技术支持可变刷新率 刷新率可以低至1Hz 并借此带来全天候长亮功能 即便长亮表盘功耗也依然不是很大 苹果说可以做到和4代一样的18个小时的续航 再者就是Apple Watch5支持了指南针 然后又提供了几个新的表带 而且现在的Apple Watch可以像耐克的鞋一样 在网上或在店里面个性化定制了 苹果果然是想打入时尚圈啊 但总的来说 Watch5的进步其实并不是很大 除此之外 苹果之前推出的精品游戏订阅服务Apple Arcade 也会在9月19号上线 每个月4.99刀可以免费试用一个月 同样的影视订阅服务Apple TV Plus也是4.99刀一个月 iPhone和iPad用户免费试用一年 但这两个服务都和国内无缘 我们就不多介绍了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上官网去看 总的来说 苹果今年这场秋季发布会有点波澜不禁 几个新品的改进也是实用性上居多吧 真正大的创新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 另一方面 今年的iPhone虽然改进了不少痛点 但这个外观设计 简直能把乔老爷爷给气活了 恳求苹果 下一代的iPhone 能不能按照iPad Pro的设计风格去作难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对这次苹果发布会的总结 你对今年苹果这些新品怎么看呢 欢迎在视频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也希望大家长按点赞一键三连并转发本期节目 我们下次再聊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